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陕马田赛马习作 今天是2021年3月7日 拍片的时间都大约晚上7点 刚刚跑完10场的沙田日赛 又来到赛马结果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些赛后话题 今次主要想说两件事 第一想说马牙 马牙初来报道 由马会发牌给他开始 他都成为了新闻人物 这是一个焦点 还未跑的游志可 跑了马就更加厉害 因为这次他已经跑了三次马 火粒区母 没有游戏 也开始有些扶评出来了 讨论区或者各方面的批评都开始出现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马牙的表现是否真的这么差 可以和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件事是有关于尾场 所谓的四岁马的最后一场决赛 不是打比 意思是争分入打比那场决赛 结果所有四岁马都输了 赢了那只用曼神区是五岁马 第二那只快益线也并非是四岁马 也就是说这些想赶跑打比的四岁马 多数都会希望落空 尤其是那只捉金好球成为大热门 结果是披都没有 第四也没有了 又是被人表现救病 田泰安被人说发挥差之类之类 当然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顺便说下剩下四岁马的前景 开始之前也简单提提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麻烦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钟制是更好的 如果影片途中有广告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帮帮忙 看完他 多谢 首先先说这个捉金好球 是这样的样子 这就是报纸了一些即时的新闻 拍了一张照片 大热门输了 田泰安当然是灭如死灰 丁冠豪又叫上双手 也不是很口气的 如果说话也是不方说好事的 事实上大热门二十几元又输了 先利身 我自己也有贴 也有买 但是我就觉得 事后我就觉得自己买错 当然你说田泰安发挥 一会儿可以再说 但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是买完才想起的 输完了一头揽水 就想起了 第一是升班 第二是初跑千八 已经有两个变数了 第三就是今场是一场有压力的赛事 有压力的赛事就是说 希望他赶跑打臂 于是出得密了 部署做得没那么好 就是在这场 他不是立心部署做好功夫 草足体力跑这场的 而是希望透过这场 博到分数去跑打臂 所以是有一些急就张 变成了做个臂指不是很漂亮的 去跑这一场 这是书其一 以及所谓的有压力就是说 今场的发挥 千八米排第三档 于是起步 部署是什么呢? 就是说 大多今场要有任务在身 千八米排内档 如果你流到以前那么好 可能被人被盖死 以及你飞出去 可能会亏很多位 于是不如试试跟前些 搜个食股位 希望入阶路尽早出头 奠定升局 欠分 所以不论你赛前的部署 避战 跑法上 全部都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这就导致今天的败仗 其实成为2.8倍的热门 事后就想起的确是有缺点的 不是百分百好 当然 田泰安的发挥 其实比德这个人 其实都预认了会有些瑕疵 尤其是这场是有压力的赛事 他更加未必能够挥灑自愈 到半老那只柏林淡哥上来 他又早点拿出去 他又怕被人封死 我觉得多一点点错 你说入阶路输了 其实入阶路打开 他也不是剩下很多 只是骑下去也是没有的 未必完全是田泰安的责任 只不过他可能就是 发挥有些瑕疵 不够淡定 这也是事实的 问题就是 如果大家怪他这样跑的话 若然他这次真的用回最佳的跑法 留包尾 入阶路扔出大外档 然后追回来 如果又是445 大家一样是骂 所以有时候一场马 你输了就是输了 事后就检讨一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捉金好球 我想长线应该 今次失望 长线他依然是有机会 可以再上高点的分 而有马赢 甚至上到100分以上 也是有可能 只不过今场的部署上 有些压苗助长 急就张了 而透过今场的水准 这些智慧神区 着弱錦标 全部都是受阳榜 输给一只不太聪明的勇猛神区 受阳10磅以上 很多都 所以今年的四岁马水准 可以奠定 跑打给了十几匹 也未必是很高 而剩下的那些 其实也要再迟一点 看看进度 很多贵价买回来 未必那么好 足金好球 就不是那么贵 但是将来 可能也会比较有成就 一匹 不过今场是比较差了 失望一点 这就是我对 今年四岁马静的看法 另外 就讲讲有关于马亚 马亚其实 由马会比排队开始 一路都成为话题新闻人物 不跑马游自可 一跑马就更加做新闻人物 因为这几次赛事 三次都跑了 跟今天的赛事 每次都成为焦点 马亚会哪一只帮他开齋 马亚会哪场有表现 结果 马亚这三次赛事 火粒区母 没有赢 比赛事 应该是没有的 最多都是有第四 今天也有第四 那是活力得胜 事实上 我觉得他这次来香港 暂时没有表现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最简单的就是 他没有实力马在手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基本上 马亚所有跑的马 都是十倍流上的马 那你如何奢求他 说每天赢很多马 这样呢 其实就算赢了一只都难 好像他今天这一堆 有一只活力长盛 不是活力得盛 抱歉 跑到第四 其实刚才说的柏林探哥 是未及水准 天赤宝 神奇大帝 全部都有些缺点 所以 马亚暂时没有表现 其实也是正常的 不要这么快定夺他 不过我在网上 也看到有些评论 甚至先祷为快 那几位朋友都 PM我 比如说星期三 跑那只健康在网都有问题 健康在网 我可以说 就并非他的问题 是他前面的欢恩复星 巴道有问题 若然巴道首个位前些 他就不用车前到后 他车前到后 就在他后面一格的健康在网 令到大家觉得好像马亚车前到后 但其实就是欢恩复星车前到后 就不是他车前到后 所以 马亚实力不够 自然制御就差了 于是表现比较严 另外 第二件事 有关于马亚 虽然他的实力是高 卡了一副斑拿约的照片 是会说斑拿约的 为什么呢 马亚一定不会不适合香港的 一定会适应到香港的 因为他过往就在澳门发展 在新加坡发展 这两个地方的赛马模式 都是接近香港的 既然他在那两个地方都取得成功 在香港照计是很容易适应到的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第二 我想也有点影响 澳门的骑士水准 新加坡的骑士水准 跟香港的确是一段很大的距离 令他要适应 譬如说 坦白说澳门的骑士水准是一般的 譬如说 我们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过往 譬如说澳门借香港的剃功 借汤志杰 借李卓妍过去 都是抢手的骑士 都立即有马赢 你想想 譬如说 李卓妍或者汤志杰 去到澳门都是抢手货 其实他本身剩下的那些 譬如说高君陶 何华伦 那些 其实如果来到香港 都未必是这么站住脚 这是我的看法 而新加坡 他的主要对手是谷液 谷液 澳洲骑士在澳洲是异线的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和文杰说谷液的影片 也有说过 如果比起香港 大家常常骂到九血临头的 史卓峰 连达文 舌欣 这几个骑士 全部都高过谷液不止一级 全部都高他们很多 所以其实马亚的情况 有些怎么说 去一些低组别的联赛 做球王 但是好了 一下子适应了 去到西甲 去到西甲 去到英超 全部的对手强了很多 虽然你是球王 但是你也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情况就等于 事先张阳这张照片 班拿约 他在以色列当然是做球王 但是他在祖加 就去到海法 马卡比 去到主流联赛 去到英超 他也要先去踢一下韦斯咸 先适应一下 然后去到利物浦 和车路市取得成功 我认为马亚的情况 就是跟班拿约有些近似 马亚是可以骑的 是有能力的 就是他在澳门和新加坡 真的是全费了 但是来到香港 因为所有的骑士 其实都是高水平过去过往的地方很多 他要时间去适应 加上刚才所说 他的座骑暂时还没有很超卓 于是令到马亚未能够取得好成绩 我认为给一些时间 马亚应该在香港至少可以站得住脚 当然他未必去到莫雷拉潘伦那么高 但是要他去到那些 譬如说 类似高于史卓峰 就是接近巴道那种水准 田泰安的水准 可以做到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最后简单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经有会员的patreon 和youtube会员频道 都欢迎大家 每月课金支持 里面当然有更多的提示内容 和海外赛事提供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课金也没问题 只要像影片左上角的三个符合那样 给点赞 给点赞 我都一样感激大家的支持 最后多谢大家收看今期的闪马田菜马习作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